我们来看这个例9,设ABC珠4点贡献 那比例是2比3比1,边长比是2比3比1 那取缘上的一点,要求TANGENT角APB 以这个左边的锐角APB 跟右边的锐角CP珠 要去求它的TANGENT值相乘的结果 为了方便,我画一个叫做ALFA,一个叫BETA好了 也就是说我们的锐球,就是TANGENTALFA 乘上TANGENTBETA 这些都是锐角的直角三角形 所以我们如果要去求它的鼻子怎么做 是不是应该想办法做出直角三角形 怎么做出直角三角形 有两个做法,其实都可以 那你们自己可以想想看 第一个是往内去做直角三角形 这也可以做,我先跟你讲 这个也可以做 可是这个方法有一个缺点 就是图形比较小,不好观察 所以我们往外做,比较方便 往外做90度 往外做90度 这时候做出来的三角形 这个是不是可以 变成直角三角形 而且 你会发现这里90度 这个BPC也是90度 这两个都是90度的话 怎么样 可以视为这个图形是什么线 平行线 那又有相似形的关系 我们就可以知道 这个中间的这大三角形 我现在画斜线的部分 跟两侧的三角形 都是相似形 好,那既然如此的话 要去求变长鼻子 我假设这里叫做3N 这里叫做3B 那这个 左边的这三角形是多少 换个颜色换成蓝色的好了 这左边的三角形 是不是因为边长鼻子3比2 斜边的鼻子3比2 所以呢 这边应该就变成2比1跟9 2A 那再换一个颜色 这个右边这个三角形 我换成紫色的好了 放大来看 边长鼻子3比1 对吧 3比1吧 3跟1 那这个时候呢 这个 两侧的长度 3A跟3B 这里就是紧 A跟紧 A跟B 对吧 右边再稍微想一下 A跟B 因为相似形的关系 3比1 所以是 A跟A 还有3B跟B 好 好 这时候我们可以算回tgα 跟tgβ 那这时候tgα 乘以tgβ tgα 就变成 5B 分之2A 那tgβ就变几 4A分之1 b A 削掉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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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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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